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胖 2018年的時候 胖胖在台北國際建材展上 有跟大家介紹過維夫拉克的電子鎖 維夫拉克是一家台灣少數可以自行研發設計 以及製造電子鎖的廠商 那時候我們看了一些他們所推出的自由品牌產品 那時隔兩年 胖胖再度來到了台北國際建材展 同樣要來看看維夫拉克這次有哪些最新的產品 這次的台北國際建材展同樣在南港展覽館舉行 維夫拉克的攤位在四樓一進門的地方 這次他們主推兩款產品 第一款是這個L396 首先在造型上我就覺得還蠻大氣的 看起來相當的洗練而且現代 本身支援IP54的基礎防潑水 適合安裝在室內場合 在功能上這款算是非常的完整 光是開門的方式就可以支援到多達五種模式 包括最基本的密碼 同樣透過內建的數字觸控面板來操作 另外就是指紋辨識 握把上有一個3D防衛的指紋感測器 具備銀行等級的安全性 數字鍵盤的中央是卡片感應區 可以把悠遊卡之類的設定成門禁卡 閉一下就開門 下面這邊的蓋子滑開 可以看到也提供了傳統的機械鑰匙開關 最後一種就是透過手機控制 L396在加工無線模組之後 就能夠搭配手機APP來使用 除了基本遙控解鎖 管理出入狀況之外 也可以發送臨時的解鎖權限給訪客 電力方面 L396採用兩顆CR123A離電池供電 在正常使用大概一天開關個十幾次的狀況下 差不多可以使用一年沒有問題 低電量的時候鎖也會提前提醒更換電池 真的不小心用到沒電的話 底部這邊也可以用9V電池來供電應急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幹嘛不用行動電源就好 但是其實行動電源也不一定會隨身攜帶 就算帶了也說不定會沒電 而9V電池的好處就在於 隨便一個超商都有在賣 而且價格便宜 所以相較之下 9V電池其實會是一個更保險更容易取得的選擇 另一款主打商品是C760 這款我覺得也非常實用 如果你家原本就是歐歸的鎖心 那安裝這款基本上就是無痛升級 只要把原本的機械鎖頭抽換掉 就可以升級成智慧門鎖 C760的防水防塵等級也達到了IP68 所以裝在戶外也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它也提供了最多三種的解鎖方式 第一種是感應卡 同樣可以用悠遊卡來開門 避過之後就可以轉開 第二種是密碼鎖 C760直接把密碼輸入整合在把手上 就像保險箱一樣 依照順序轉出正確的數字密碼就可以開鎖 最後就是手機APP解鎖 它內建了無線模組 下載APP就可以使用 電力方面這款就更省一點 只要一顆CR2就可以使用一年以上 同樣在低電量的情況下 也會有燈號或是聲響 提醒使用者提前更換電池 接著我們來看到L600 這款其實我們在兩年前就已經看過它的前一代 這是一款臉部辨識電子鎖 除此之外也支援密碼、感應卡、實體鑰匙 也可以加購手機APP控制功能 另外它也內建紅外線鏡頭 所以在低光源的環境下也能順利辨識 那這款L600相較於2018年的那個款式 主要的升級點有三個 首先是鏡頭的位置調整到螢幕的下方 原廠表示這個有助於提升辨識的效率 另外就是處理器也升級了 所以操作起來會比之前更流暢 最後新款的UI也改成了圖式化的介面 使用起來會更直覺 現在看到的這款C200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上半部看起來就是一般的鎖頭 但是底下整合了電子鎖的功能 可以透過感應卡的方式來進行解鎖 可以用來鎖櫃子、鎖倉庫之類的 另外,維夫拉克也有在規劃社區的電子門禁系統 同樣也是整合了臉部辨識技術 機種的選擇也是不少 也有整合對講機之類的多功能款式 不過這就是比較屬於B2B的產品了 那說到2B的產品 現場我們也看到了維夫拉克的Waffle Go機器人 它在造型上就是一個差不多一個人高的原柱體 內建了多個儲存格 主要可以用來在室內進行物品遞送 例如辦公室內的文件交付、飯店的客房物品補充 或是廠房、醫院、甚至是社區包裹 都可以透過這台機器人來送 它也內建有光學雷達和多個感測器 可以自動避障、也可以做路徑規劃 底部的輪子可以適應多種地板材質 頂部則有一個10吋的觸控螢幕 同時它也內建了RFID讀卡機 可以用來作為身份驗證等等的功能 那以上就是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這次維夫拉克在劍材展展出的幾款重點產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抽空去參觀一下 不需要門票,現場換證就可以了 前面三款產品的上市資訊以及官網連結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給大家參考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可以小鈴鐺 我的胖胖我下見,掰掰 喔謝謝 支持做點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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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